大家好,我是龙女之生 在以前猫头鹰的视频中 我说过猫头鹰属于西形钢 西形钢顾名思义 是对西这些爬行动物所来钢的称呼 哺乳动物的祖先是核弓钢 而鸟类有一万多种 是哺乳动物种类的两倍 在讨论哺乳动物时 却很少使用核弓钢这个词语 这是因为现存的核弓钢 关系不是特别的远 而所有现存的核弓钢都被放在了 哺乳动物里面 鸟类虽然叫钢没有问题 可是那些穷亲戚的分类却是个大问题 西形钢里有一个下钢 叫做祖龙形下钢 顾名思义就是比较牛的爬行动物 祖龙形下钢有一类叫做祖龙类 就是非常牛的爬行动物 其中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鸟子类 就称鸟颈类 总之呢就是一些比较像鸟 很多都是长长的腿长长的脖子 像鸟一样 比如翼龙 恐龙形态的犀利龙 还有真正的恐龙 而那些带脚的带刺的带毛的 全都是由这些像火鸡一样的原始恐龙改进而来的 而另一类被称之为伟鳄类 就称香嵌怀类 由此看来 鸟和鳄应该是堂兄弟 既然鸟弟弟建了一个钢 我鳄鱼凭什么不能建一个钢呢 如果鳄鱼和鸟合成一个钢 我龟老爷也是从祖龙基盖里分发出来的 为啥不能建一个钢呢 如果所有的祖龙形里建一个钢 你是瞧不起我们蜥蜴和蛇对不对 如果建祖龙形和鲤龙形两个钢 全家死光的鱼龙昌梦就要做钢材本了 我也要建一个钢 现存的河宫钢呢 全都会喝奶 建个哺乳钢区分这类还是很方便的 再看鸟和鱷鱼 这兄弟俩完全没有特点 所以只好继续使用细形钢 但是在讨论现代鸟类时 我是支持使用鸟钢的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 而且也符合认知 但是把堂兄弟鳄鱼和谢鱼黑选的蜥蜴放在一起的爬行钢 是绝对不科学的 本期主角鳄鱼 就属于祖龙类的两大分子之一的维俄类 维俄类 包括鳄鱼的祖先和祖先的亲戚们 这里我就称为鳄鱼爷爷的兄弟 也就是爷爷们 在二叠纪时期 河温钢生物就先任一步扒扎了陆地 可到了二叠纪末期 地球母亲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封号三档事件 70%的陆生有几类动物 和90%的海洋生物灭绝 河温钢元气大桑 只是一些大型素食者 以无力进行其他生态位 旁古大陆的形成 也让地球的很多地方变成了天然的电饼称 而祖龙则扎落机会 迅速崛起 祖龙牛 牛在哪 第一 子力行走 和西翼使用的左右200架 俯卧城市走的方法不同 祖龙将四肢转移到肚皮底下 站起来省力 跑起来迅捷 不过 他们的腰是硬的 难以前后弯曲 幸运的是 通过只用两条大肠腿走路的方式 来解决行动时候对肺部的挤压 以获得更强的耐力 第二个绝技 是他的气囊呼吸系统 无论吸气呼气 都能获得新鲜的氧气 再加上不挤压肺部 更加适合长途飞奔 第三个绝技 就是两心室两心房 将多氧血和少氧血完全分开 功力更大 虽说不一定和现在的恒温动物一样高温 但是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的 不过 三年级最先截起的祖龙 不是鳄鱼 而是鳄鱼的爷爷们 为恶类 体长约4米的波波龙 体重达到80公斤作用 尽管波波龙看上去非常像恐龙 带着身体看起来非常的长 脖子短而坚硬 有种非常不协调的感觉 实际上维俄类特色的柱状子里 的确有个问题 那就是太重了就一趴下来 又变回四肢行走 波斯特厄的体重能达到300公斤 它具有一个55厘米长的头骨 前置的长度是后置到三分之二 可以辅助抓住猎物 尽管看上去就要趴地上了 但是波斯特厄依旧可以两足行走 体长达到5米的迅猛恶 尽管后腿远比前腿出张 但是他在平时的时候 是氏族行走的 就在紧急情况下 才能像吸一样用后腿走路 吸恶三天级第二大猎死者 体长能达到6到9米 拥有弯道一样的长牙 能够猎杀大型的核温钢素死者 远非当时的恐龙能敌 而最大大法索拉厄 即体型达到8到10米 即使氏族站立也比人还要高 体重和一些犀牛差不多 有一些维俄类学会了吃素 尖西木的成员 用坚固的骨板来保护自己 有些成员和甲龙一样 在肩膀上长了尖刺 不过这些维俄类 都不能称之为鳄鱼 恶行超梦的成员 我们称它为鳄鱼 算是比较合理的 维俄类刚刚风光了一个季 就造成了一次大灭绝 恐龙血世崛起 取代了维俄类 霸王龙即使有8吨重 也能两足行走 这是维俄类远不能比拟的 虽然恐龙的光环非常耀眼 但是恐龙只是垄断了 陆地的大型素食者和劣食者 对其他生态位的控制 没有那么稳固 非洲白俄纪早期的帝鳄 直一过来是肌肉鳄鱼的意思 它的最大长度能达到10米 重拿4吨 而非12米8吨的卫星数据 这是我修改后的对比图 依旧是非常的吓人 帝鳄的嘴巴前端比较细 这是一种为了捕鱼而做的赶进 虽不说只能吃鱼 但还是不擅长猎杀特别大的猎物 难当帝之名 不如叫鸡霸鹅更何时 与帝鳄之名主相当的是 白俄纪远区的孔鳄 它的体型和帝鳄差不多 因为属于短纹鳄超科 因此嘴巴更短更有力 不过 孔鳄其实是一种 生活在海边的鳄鱼 使大型鱼类和海龟要更加方便 的确有一些鳄鱼 真的跑到了海里 比如帝鳄鱼科的达克龙 它的四肢已经变成了起状 恐怕难以在地面活动 尾巴向下弯曲 长成了类似鱼类的形状 就算爷爷为傲的重甲 也痛化为光溜溜的表皮 其嘴巴由横扁变成了侧扁 非常适合对付大型猎物 虽然达克龙很凶悍 也是真正的祖龙 但是他的体长也就4-5米 和鱼龙上龙比 这点体型实在没法看 达克龙只活了2000万年 就在白俄纪早期灭绝了 而祖龙政府海洋的最高成就 差不多也就这个水平 但是 鱼龙生活在河口的无极枪鳄 体体长能达到10米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 这么大一条鳄鱼 居然是和蓝镜一样绿色者 他的嘴巴就像是一个超常的柚子 只有萨额有小牙齿 萨额的皮肤和蹄虎一样 成一个大口袋的形状 用来网住小鹰小虾 无极枪鳄虽然大 却是温和缓慢的巨兽 吃鼻鳄和齐美拉尔 甚至变成了杂死和吃素的动物 如果活到现在 身长仅一米的它们 甚至能当宠物一样 当时鳄鱼也没有放弃陆地 白小青晚期的野猪 其刷眼的位置比较靠前 具有一定的立体视觉 萨颜牙齿也变得非常巨大 起到类似不如动物 全齿一样的功能 你这个造型 确定不是荒漠屠夫雷克敦 到了6500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撞低地球 让所有的飞鸟恐龙 从地球上消失 地球进入了新生代 你以为不如动物 就会就此崛起吗 恐龙后一鸟类和主龙鳄鱼 开始回光返照 对于鳄鱼来说 死了恐龙老阁 真少了自己最大的点 就像三叠机那样 重新变成了陆地屠夫 北半球的跑额类 能找到三米长 对只有狐狸那么大的 死肉不如动物而言 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对手 而且还装过了坚固的板甲 用鞠齿状的牙齿 来咬住柔软的不如动物 但是不如动物强就强带它软 软软的不如动物 灵魂性和速度 原非陆星恶运能比 到了5600万年前的死心室 北半球的大陆 就已经成为了 北方整首类的地盘 但是当时的南美洲 还没有和北美洲接壤 封闭的南美洲 依旧是龙的天堂 两米长的西北俄 依旧活跃于死心室的南美大陆 它的名字来源于 国外局鳄鱼神索贝克 真正的荒谋屠夫 而同科的巴里纳斯鳄 称霸了3700万 到1100万年前的南美陆地 体伤达到6米 而同斯基的河流里 则生活了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鳄鱼 普鲁斯鳄 这是一种很丑的鳄鱼 也是一种很变态的鳄鱼 它的丑正是因为它的变态 前面的孔鱼 本身是一种短鱼 其纹目本来算是比较粗壮的 但是普鲁斯鳄的头骨 简直粗壮到变态 有点像长得胡叉的大叔 再对比帝鳄和孔鱼 尤其是帝鳄的小细嘴 简直就是筷子 普鲁的特点就是变态的宽 变态的重 变态的厚 其最长达到10.5米 重达5.5吨 普鲁斯鳄不一定是最长的 但一定是最重最粗的 它的食物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龟 骇龟 你可能觉得 食物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这只龟有2米长 最大的骇龟 光龟壳就有3.3米长 宽度2.18米 体重能达到6吨 其防御能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登峰造极 只与普鲁斯鳄 7吨的咬力能轻松破防 而同时 印度的惠嘴饿 最大体长能达到11米 只不过嘴巴太长 重量不如其他10米级的鳄鱼 巴基斯鳄的不提饿 最大体长也到了10米 长吻后惠饿和勾鼻饿 最大体型也达到了10米 这一刻 鳄鱼犀牛大陆两开花 其成就和地位 远非恐龙时代能比 但是越大的体型 越容易灭绝 这些巨型鳄鱼 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南北美连接之后 北方的镇磁虎和巨熊 直接干爬了南美的大量本土物种 陆胜鳄鱼也再无崛起了希望 4万年前封闭的澳洲 陆行的金卡纳鳄 只能过得半水生的生活 连带斯都不一定打得过 而当时最强大的陆胜略 也逝则是苦巨熄 他当祖龙 连林荣都干不过 澳洲虽然四脉领海 但是逃不过北方针手类的入侵 这次来的不是任吃虎 而是连任吃虎都能秒待的恐怖直律猿 千百万年的斗争 终究化为了尘土 幸运的是 鳄鱼依旧是带水争鱼 无可争议的王者 没有之一 水是生命之源 不管战弹怎么发生 在水里 窥死着你的 始终是鳄鱼 短蚝蛤咳的嘴巴比较短 嘴巴比较 牙齿不会外露 短蚝蛤 属的美洲短蚝 也叫蜜蚝蛤 雄性体重达到4米 总达400多公斤 而同属的羊子 却伸回来亚洲 是温顺的小型鳄鱼 虽然战斗零力不强 却是异常的扛动 坎门蛤 是鳄鱼的战斗力之死 其中还没有人大 天天被美洲虎当鱼 吃来吃去的 就是这玩意儿 黑坎门蛤 则自称一属 承天雄性有300多公斤重 虽然平均不如蜜蚝蛤 但是极限更大 骨鳄中的顿纹骨鳄 其中只有7、8公斤 是非常迷你的猎手 长蚊蛤蛤 则是一个比较滑稽的蛤 特别是狠狠蛤 它的嘴巴很长 有110颗小小的牙齿 但是体长却能够达到近6米长 小鳄鱼和雌鳄鱼 都是快之类 但是承天雄蛤蛤 会有一个大鼻头 看起来就像如意一样 另一种马来蛤 看上去就要粗壮不少 体长最大达到6米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鳄鱼之一 真鳄鱼是最符合 通常标准的鳄鱼 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恶俗 蜂蛤能长到6米长一吨重 也叫咸水蛤 有时会跑到大海里游动 非洲的尼罗蛤 仅次于蜂蛤 因为生活在非洲 所以出场率更高 鳄鱼是角码的名场面 就处处于尼罗蛤之手 每次过河 尼罗蛤就会抽取一门新鲜观众 进行投胎服务 西半球最大的鳄鱼 是奥尼诺克鳄 仅次于尼罗蛤和汪鳄 美洲鳄 被认为是北美最大的之鳄 略小于厄尼诺克鳄 古巴鳄 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鳄鱼 前爪无谱 具有很强的陆地活动能力 显罗蛤 被认为几乎野外灭绝 不过却是羊子场里 最常见的肉用鳄鱼 吃个烧烤就能看到 澳大利亚的淡水鳄 只可以在陆地上迅速奔跑 其速度能达到每秒4.7米 虽然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依靠出其不意 也是非常的危险 西非常文鳄 和真正的常文鳄 去同近化 但是可以通过外落到上下 和准前人倒V字形的缺口 判断出不同 尽管身为主龙的鳄鱼 甚至能够直立行走 让它们终究依赖水为生 回答前面的问题 鳄鱼为什么是淡水之王 首先鳄鱼是主龙 什么呀蛇 蜥蜴蛤蛤蟆 爆发功率比鳄鱼差太多 就像家用车和跑车 体型差不多 但是发动机却不一个水平 第二 鳄鱼没啥操作 就是硬架好 装备好 森皮板甲能够免一些轻型的攻击 某些个体体重达到狮子老虎的好几倍 和小头的熊不一样 鳄鱼拥有一个变态的大头 能把其他动物的头整个含在嘴里 咬力无双 输出爆表 第三 鳄鱼重新变为变文动物 因为伏击大型猎物 本来就是一件消耗时间和靠运气的事情 如果是恒温动物长那么大 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 既然有肉 有输出 有爆发 打架谁都不虚 那么鳄鱼为什么不能买世界跑呢 因为现实需要的 不仅仅是这三点 鳄鱼尽管有突进 但是切ADC的事情 还是交给刺客比较好 猎物只要杀腿炮 鳄鱼的高输出就无用无之力 而且鳄鱼也没啥灵活性 像熊那样掏个鸟 我也要翻个垃圾桶 实在太高困难 鳄鱼和老虎狮子这些刺客比 操得余地也要小 狮子老虎有的菜得很狗一样 有些强盗者能干死查理论和猛像 而鳄鱼只能靠堆数据 和两株的恐龙比 跑起来又不再优势 两次崛起的维扰泪 只好又泡在水塘里 偶尔晒晒太阳 安静地断现到这个世界 等待下一次天下大乱 说不定有一天 又能在你家门口 看见一只卖着大糖腿的鳄鱼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